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驾照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慢慢登大廊 变成我们现在知道的概念 翻新外公郎的驾照 关了新命带 先回到我们家里 我们从1946年起开始拜理汽车驾驶人总登记 根据咱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21条第一项第一款和 怎么了 我刚刚睡着了吗 先不管它是第几条 第几项什么款 在台湾 无论你是没有驾照就骑车开车 或是明明只有脚踏车驾照 就骑车开车都通通开罚开罚再开罚 等一下 脚踏车有驾照吗 没有啊 可是要记得戴安全帽啊 嗯 这种没有驾照还开车骑车的动作 我们简称为无罩驾驶 如果你是符合我们无罩驾驶的朋友 恭喜你 可以获得一张六千元到一万两千元的罚单 相当于让你每天少吃两百元 少吃一整个月真是减肥好棒棒好活呗 但如果你没有大客车 连接车 科博文的驾照 却跑去开这种大到不行的车车 恭喜你 可以获得至少四万元以上的高额罚款 如果无罩驾驶发生车祸 导致有人受伤或死亡 还会加重原本刑罚的二分之一哟 更重要的是 无论是哪种无罩驾驶 如果你未满十八岁 都还免费赠送 还硬硬要抓你去听由各大监理所提供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 所以 请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如果身边有朋友没有驾照的 也请他们快快去考一张哟 关于考照讯息 在各大监理所都有刊登 请各位朋友动动你的手指 划划你的一幕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哟 啊 老师 请问我才十六岁 还没有满十八岁 不能考怎么办 哼哼 十六岁当然是要再等两年啊 突然要干嘛 OK 今天的案子算是破解了 JT的交通事务所 我们下次再见咯 有头发事故 台北市 我当时正在划手机地图 它临时冲出来 我一时无法反应啊 依照这个案例 白米没有扣安全帽 导致安全帽飞走 头部撞击严重 其实 骑机车安全帽没有扣好 就像没戴安全帽一样 而且 白米没有遵守两段式左转标志 不遵守交通规则 不但要罚钱 人现在还躺在医院 真是不值得 你说的没错 不过还有一个人也有错 什么 卡车司机在驾驶的时候 一边滑手机也是不对的 虽然白米有错在先 但他无法专心开车 所以才没看见准备要左转的白米 这在道路上既是违反规定 也是非常危险的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光临JT交通事务所 我是Joy 我是Tom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这里也一台 那边也两支 叮叮咚咚遍布全台湾的摩托车 摩托车哪有在算支的啊 机车 俗称摩托车 可恶 居然直接无视我 在台湾 机车简直是跟呼吸一样重要的存在啊 不管是上班下课 上山下海 还是夜中夜景 插眼跟个抽药式 好像是这样没错耶 而且 台湾是全世界机车密度最高的国家哦 几乎每两个人只有一台机车呢 哇 那真的是好大大机车啊 诶 对了 你知道什么是密度吗 密... 密度奶 那是密豆奶吧 因此 今天JT交通事务所就要来告诉大家 台湾常见的机车失误啊 哼 可恶又被无视了 首先是 机慢车两段式左转 顾名思义就跟两段式冲水马桶有异曲同工之不 通常在以下两种情形 我们骑车车的时候 要两段式左转 例如我们看到这个蓝底白图标志的时候 就表示要先骑到带转区 等到绿灯的时候才能够兴许 另外呢 当马路内侧车道有标识 黄色进行机车标字的时候 也代表这个路段的路口就必须要两段式左转哦 否则就是六百到一千八百元的罚单啊 那是好多好多瓶的密度奶啊 是密度奶啦 给补个小挂 这个标志里面的车车 很像台湾1970年代最流行的野狼125哦 因此 无论是有这个标志出现 或是道路上出现黄色进行机车的标志 只要贪图方便而没有两段式左转 除了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还非常非常的危险哦 哎 竟然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除了两段式左转以外 在台湾这个地夹人稠的地方 还有一个常常会出现的行车问题 就是那边也钻钻这边也钻钻的床阵啦 台湾大概是这个世界上 骑车技术最好的国家了 不管多小窄的车阵缝隙 只要有心 人人都可以钻得过去 而且机车之所以会让我们如此的感恩赞叹 其中个原因就是它的灵活天赋点很高啊 骑机车就算遇到灾车 也可以像开了穿墙模式一样 直接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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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到最前夕了 虽然这是一个外挂蛮点 省时省力又好用的技能 但补当使用这个技能就会变成危险驾驶哦 虽然在台湾仍然都是万中选一的武林高手 但遇到捕快的时候 这种危险驾驶 依然是好几百万加好几百万密度奶的代价呀 你想说的是 危险驾驶可以开6000到24000元的罚单吧 而且是密度奶不是密度奶啦 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犯错的骑机车滑手机啦 科技的日新月异虽然带来许多美好 但也让我们常常面临不同的危险呢 是啊是啊 实在是不禁让我感慨 学代技术在变迁 科技进步在眼前啦 你走错棚了吧 不过骑车上使用3C产品真的是好可怕呀 除了一不注意就可能让你意外飞高高以外 早在2012年就已经立法禁止各种骑车滑手机咯 不管你朔滑FB 逛网排收Email 聊赖 资牌完摊使舍 只要是在骑车途中甚至是等红灯的时候 东滑滑西滑滑 都会让你举头望明月低头去罚单 直接就是1000元的代价呀 哇 滑两下就直接把1000大阳滑掉了 真的好痛哦 没错 那真的是比我的滑板鞋还要滑 嗯 哦 所以请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无论你骑车车的技术多高超 也无论你是几万年才难得一见的武林高手高高手 骑车车的时候都要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哟 OK 今天的案子算是破解了 JT的交通事务所我们下次再见咯 诶 奶奶 剩下8秒钟而已很危险的 等一下一个绿灯我扶你过去好不好 嗯 喂 走路不看路啊 没看到红灯吗 对呀对呀 没看到红灯吗 诶 老兄 虽然这个小弟弟闯了红灯 但无论灯号如何 经过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减速才对啊 小弟弟 过马路 不是 走路滑手机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现在知道了吧 天呐 Tom 你好帅哦 绿灯了你不是要扶奶奶过马路 对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光临JT交通事务所 我是Joy 我是Tom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都应该要注意的行人安全 所以到底是行人要让车子 还是行人最大呢 嗯 这个问题很好 通常马路上会设置行人穿越道 像是斑马线和整木纹穿越道等等 诶 整木纹穿越道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都没有看过 平常我们看到认为是斑马线的穿越道 正确名称是整木纹穿越道 这个斜斜的东西才叫做斑马线啊 哇 原来我一直都搞错了 当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的时候 就好像有帝王条款保护一样 诶 帝王条款是什么意思啊 所谓帝王条款就好像行人拿着顺纸一样 无论是什么情况下 车辆都要立让才行 所以就算行人闯红灯要吃拔单 但如果发生事故 驾驶也有可能要负责任咯 没错 而且就算行人穿越道上没有人 车辆经过时没有减速 也要开罚600元到1800元啊 那如果上面明明有人车子还直接冲过去呢 那就会直接drabo变成1200元到3600元啊 多么通的领悟啊 哇 我真没想到行人 在马路上的权力竟然这么大 是的 不过当有看见禁止穿越等等的标示啦 风格岛啦 或是双黄线 行人都不可以任意穿越马路啊 这样不仅很危险 还要吃上300元的罚单哦 所以行人虽然在穿越道上最大 但也不代表可以随便乱来呢 还有还有 我们也要注意路上爷爷奶奶们的交通安全 爷爷奶奶因为年纪大了 常常会遇上一些认知与运动能力退化的问题 或是遇到突发状况 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等等 爷爷奶奶可能会以为自己还跟当年一样有猛 或是不小心忘记update交通规则的资料片 因此我们除了要提醒身边的爷爷奶奶外 在马路上也要多多帮助他们哦 OK 今天的案子算是破解了 谁一提的交通事务所 我们下次再见咯 咦 怎么了 愁眉古典的 擦 我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咦 怎么了 今天在喜宴小卓两杯之后 想说来骑个脚踏车透透气 结果 我真的感觉到有人在抓我的腿 不然怎么会动不了啊 真的好可怕啊 不 压得好可哟 可别心不得在哟 OK 亲爱的旧爷 你刚刚说你有小卓两杯是吗 对啊 依照我的推论 你可能是因为喝酒而导致小腿抽筋呢 并不是什么怪力乱神的事 而且你难道不知道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吗 但是我是骑脚踏车啊 这就是大家常常忽略的地方啊 脚踏车也是必须遵守交通规范的 脚踏车因遵守的行车规范 大部分都比照机车规范 尤其是酒驾 但要特别注意 骑脚踏车不论是载人 夜间不开灯 酒驾或是不离让行人 这些都是违规的行为 我知道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光临JT交通事务所 我是Joy 我是Tom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最酷炫潮流有个性的自行车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脚踏车 脚踏车真的是非常棒的发明了 除了轻巧便利节能减碳 还可以锻炼身体健康苗条 真的是好处多多啊 脚踏车属于慢车的一种 大部分都是比照机车的规范哦 比照机车的话 是不是也不能拿出手机划来划去呢 没有错 骑脚踏车的时候 一样不可以划手机或讲电话 讲着讲着 钱就无借了呢 真是悲剧 为了安全和荷包起见 还是一次专心做一件事情就好 不过 还好我是没办法一心多用的人 是也不用强调事实啊 你说什么 而且脚踏车依规定骑在人行道或行人穿越道的时候 也一样要礼让黄毛加身的行人啊 虽然行人是道路上的弱者 但别忘了他们有闪闪发光的帝王条款啊 那当然是恶话不说握住刹车停下来 让他们优先通行再说啊 没错 不然就是300元到600元的代价哦 另外为了安全起见 要常常注意刹车 铃铛 灯光 和反光装置 这些安全设备的状况 在夜晚的时候千万注意 一定要开灯啊 这样一来 除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同时也可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 没错 如果半夜灯不打开 天晚来个警察 也是一抓到就开罚 拜拜不送下次再联络 不要再联络了啦 再来还有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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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点 好可怕 是什么 不要吓人家了 就是各位事情小民常常会误会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喝酒不可以骑车开车 而且这个观念已经慢慢推广到大家的心中 社会也越来越重视 但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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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好可怕哦 喝酒也不能骑脚踏车 如果骑了脚踏车也千万不要喝酒 一旦被半路拦截 酒测值有0.15 就又是300元到600元的代价 如果拒绝接受检测 会怎么样呢 会直接加成攻击 变成1200元 听起来不是什么欢乐的事情啊 补充一点 一般酒测值有0.15 大概就是两杯啤酒左右的份量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才喝一点点 不会有事就可以骑脚踏车哟 原来如此 根本就是很有事 那喝酒不能骑脚踏车 我要怎么回家 我去接你啊 OK 今天的案子算是破解了 JT的交通事务所 我们下次再见咯 今天过后 我就要走了 不忘了我吧 不 你不要走 这个很好啊 收工 最苦了 最近都没有什么案子 只好出来转转外快 没想到这么累 居然睡着了 真可爱 刚刚经过速线40的牌子 司机没有减速 但是黑皮一家人 竟然闯红灯 真是太过分了 超速的确不对 但亲爱的Joy 闪红灯不是红灯哦 什么 那红灯跟闪红灯 有什么不一样 红灯表示禁止通过 路口闪红灯 则表示那条是支线道路 要先减速停在路口前 让干线上的巴士 优先通过 才可以继续走哦 而且还有一个疑点啊 我怎么找不到 我们的巴士 是走在闪黄灯的干线上 表示警告司机 接近路口时 要减速慢行 但我们的司机 没有做到 烫你真棒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光临JT交通事务所 我是Joy 我是Tom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几台其他兔龟呆玩的汽车啦 汽车这种四轮车 比起其他机车慢车来说 虽然是纸包机 虽然是铁包肉 但如果不遵守交通安全 一样怎么办都没有用的呀 我知道 最常见的汽车违规之一 就是超速啦 有时候走在马路旁 忽然一台汽车呼啸而过 真的是很吓人呢 没错 一般这种汽车超速 就是传说中的 买越多赚越多 听起来好像很划算啊 一点都不划算啊Joy 道路驾驶 可是跟菜市场喊价不同 汽车超速越多罚越重 你有看过高丽菜 一颗10块两颗80的吗 有啊 现在高丽菜一颗都要80了 嗯 你数学真好呢Joy 谢谢 一般超速就是1200元到2400元的罚款 高速公路上直接3000元起跳 如果越超越多越超越快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超过规定最高时速60公里的话 会怎么样呢 就会吃上6000到24000元的罚单啊 哇 一个月的辛苦钱 比超速还快就没有了呢 嗯 现在是偷偷抱怨薪水不够吗 我觉得超速真的是得不偿虚呢 是啊 超速的时候 车子其实是非常容易失控的 而且速度越快 驾驶人的心不会越慢 只有视野会越小而已 你能想象没有视野 是多恐怖的一件事情吗 上班时间请不要练习 通往你的冠军之路啊 亲爱的Tom 哼哼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开车的时候 与前面的车子保持安全距离 是相当重要的 车子的速度越快 需要的刹车距离就越长 一样的距离下 反应时间也会越短 很容易就撞上前面的车车了 就简直是拿自己与别人的性命 在开玩笑呢 真的 而且跟Tom一样一点都不好笑呢 除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外 开车经过路口的时候 一定要减速慢行 支线的车车 要离让干线的车车 在闪红灯的路口 要先停车 确认安全再开 再过闪红灯的路口 也应该要减速小心 如果在路口看到run的标志 要减速慢行 或停车再开 而看到停的标志 那就一定要停下来 以上的规则如果不遵守 可是要吃600元到1800元的罚单啊 所以如果看到自己这条路是闪红灯 那就要停车让路给闪红灯车道的朋友哦 而且无论你是什么车 在道路上都应该要抵让行人 这些就好像棒打老虎鸡之虫一样 已经是最基本的常识了 你是几零年代的人呐 悄悄的 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 我挥一挥衣袖 OK 今天的案子算是破解了 JT的交通事务所 我们再见咯 首先小黑皮没去车到走 放着就是要花6000块哦 给你敢让你妈妈没好好感到 过不中要跟小黑皮 做回上道路交通安全的工程库 第三小黑皮乘妈妈的车 妈妈也有接点 不过还有一个 我怎么找到找不到 亲爱的Joy 虽然小黑皮是不叫加速 但是加速黄粿无人违规回转再生 所以小黑皮虽然有不对 但是黄粿无人的经营是找不到 哦 Tom 你很厉害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光临 这一天交通事务所 我是Joy 我是Tom 今天要来跟大家说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乘车开车 都要有一顿的加速接车 感情加车 加车是什么 可以吃吗 不可以吃 不过我可以代替解 加车到底是什么我说 让你听 加车虽然不可以吃 要是不好吃 不过很好用哦 世界上最早 上阿公阿嬷的加车 可以从20世纪初期英华的国 后来因为美国交通事故一大堆 他会车开车来轮起 车后摸摸死 所以并将开始要求政府 立法再立法 所以在1900年 纽约州 先为第一个要求这一家加速 要靠加车的地方 这一家加速就是熟悉啦 公车 废车 公文东西啊 在1913年 考虑到安全 扭着西州 开始要求每个人 都要有加车再当加速 加车就是从这个世纪 开始慢慢地等大人 便做大家现在的概念 也不过外国人的加车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先回去问答 我们对1916年 开始办理 开车加速林总典去 根据我们 道路交通管理 出发条例 第21条 第1行第1款 第2款 嗯 啊 什么样子 又看起来哦 咳咳咳 什么关系是第2条 第2行什么样 在台湾 无论你是不开车 就开车开车 这些是明明 像卡拉车开车 就开车开车 都全部要 开车开车再开车 欸 稍等 卡拉车有开车哦 不 我会记得地安全部哦 咳咳 这种无论车 又开车开车的动作 咱咱甘代叫做无论车 车你是负荷我们无论车的朋友 同意你 可以订阅一顶 10,000元到1万2千元的发展 差不多让你每天减吃200元 减吃整个月 真的是减不去 最赞最赞的当划 无论车你无大车 两车 可无闻的车车 稍稍去开这种 大到驾死人的车 同意你 最无论能订阅 4万元以上 又厉害款 那是无论车车开车 还要是无论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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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喂,不能哭是变壮 嘿嘿,早大会,当然我要等两年啊 我要做啥 OK,今天的安静算是破盖啊 这一天的高通数不错,我们两天再见哦 化妆速过,代报器 我当时正在微笑起来看地图 它永远冲出来,我只是无法欢迎啊 照这按照,白米安全无法无法 地匙安全无法背起,头部都很严重 其实骑机车,安全无法无法 就像无地安全无法一样 而且白米无准手两大石头和飘鸡 无准手交通规则,不需要发情 人们现在还躲在的便宜,真是无计划啊 你说的没问题,杨哥,还有一个人也没问题哦 什么? 卡车输了在家室的时候 哪位手机也没问题 虽然白米有处在先 杨哥,他无法转身开车 所以才没看到准备要倒我的白米 在道路上,这不然是规范规定 也是非常危险的 哈啰,大家好,欢迎光临 这一天高通是不是 我是Joy 我是Tom 今天要来跟大家说的 叫一台险某两个 丁丁丁丁丁丁 为台湾东西的 是全世界基车密度最高的国家哦 差不多每两个人都有一台基车 吼吼,那真是基车的王国啊 诶,对啊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密度 密... 密度冷 那是密度冷啦 所以今天这一天高通事不少 就要来跟大家说 台湾接看到的基车是5 哼啊,还没插过 首先是基板车两大式六丸 看他就知道 就跟两大式冲水买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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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两大式冲水买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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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這個標誌出現 也許道路上出現 不是近平機車的標誌 只要貪圖方便沒有兩大式度外 除了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還會非常非常危險喔 欸 今年都沒感覺就怕死了耶 除了兩大式度外以外 在台灣所在寫 人真正的地方 還有一個常常出現的行程問題 就是那邊最冷一個 這邊也能冷一個向前衝 台灣應該是這個世界上 騎車技術最好的國家 無關是多的車香 真有心 喝好人都冷的過 在這機車會讓我們這麼多感恩 這麼多讚嘆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滑跳跳 又很溜涼 在這機車就算有個攤車 別讓它做得一樣 一直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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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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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是一個外掛蠻點 新西新來又好用的機靈 不過沒有好花使用這個機靈 就會變成危險加速喔 雖然在台灣 當然都是萬中選一個無人國手 讓我剛才撥開時 這種危險加速 由於是各百罐 再加上各百罐密度冷的代價 你是要說是危險加速 可以開六千到兩萬四千塊的發展 對嗎 你車是密度冷不是密度冷啦 再來就是我們現在最接觸不到的 騎機車為秋季了啦 空氣越來越進步 雖然帶來很多美好 不過也讓大家 常常面對不一樣的危險啊 是啊是啊 實在讓我真感慨 攝帶技術的變遷 空氣進步的安靜啊 欸 你騎不到驚了啦 不過騎車輸用3C產品 真的很恐怖耶 除了一個無注意 就有可能讓你一塊杯冠冠那一塊 早在的離空一零年 就已經立法禁止 各種騎車開車的威手機了喔 不過你是為FB 世王拍收Email 用來自拍一些黎黎口口 只要是在騎車的時候 甚至等紅頂的時候 不是你的威虎 就會讓你記條望邊緣 記條吃發堂 在這就是一千塊的代價啊 哇 親仔威一下 就跟一千塊送人喔 真的很痛耶 沒錯 那威虎的感慮 真的比賽公更厲害喔 嗯... 哦 咳咳咳 所以請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無論你騎車的技術多麼巧合 也無論你是幾萬年 只能在一間的無人高手高高手 騎車的時候 都要追求交通安全規則喔 OK 騎車的安駕 算是破壞了 這一天的交通數不錯 那兩天不能阿姨 阿嬤 春八廟娘很 Myers 把你打很囂張 我這 Spider 嗯 ko 哦 驾鲁没看喽 没看见黄顶哟 是啊是啊 没看见黄顶哟 嘿 兄弟啊 虽然这儿阿滴都黄顶 让我无关是什么顶 因为向人传外党 都应该要检骚这条哦 阿滴啊 过车路 啊不对 驾鲁为手机 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现在你知道哦 哦 汤 你很厉害 陈陈啊 你们是要扶阿嬷过车路 对哦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光临 这一天高通事不上 我是Joy 我是汤 今天要来跟大家说的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都应该要注意轻轻安全 所以 到底是驾鲁的人要扭车 还是驾鲁的人最大呢 嗯 这个问题很好 一般车路上 都会熄在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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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搬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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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算走下去的人都紅頂要吃飯 不過腳數好相遲 腳數也有可能要負責任喔 沒錯,在這裡就算現場穿外套上沒有人 車輛經過時不減少 也要販達百塊至一千八百塊 不過腳數明明有人在騎 車還真的穿過了 人在這裡打步變成一千兩百塊到三千六百塊 聽到要寫了我 我真的想不到現場 在網路上的看著近年這麼大 是嗎? 但是如果看到近鏡船館才會飄溼 分隔度也會相反 走下去的人都不能穿菜過車路 這樣不然很危險 我會打三百塊發展喔 所以走下去的人 雖然在船館頭上最大 樣子也沒有代表能穿菜黑白來耶 聽到聽到 大家也要注意到阿公阿嬤的交通安全 阿公阿嬤因為這個月 常常會遇到一些認知 跟運動練力替換的問題 要是兇兇有狀況 他們需要更多的歡迎 時間點點 阿公阿嬤可能會叫自己 跟鄧董事同時同樣 慶得擁命 才是不小心回去 update交通整個資料庭 所以說 我們除了要拿 其心比的阿公阿嬤以外 在橋樓上也要跟他們 倒三天喔 OK 聽你的安家算是破壞了 這一天的交通事不錯 我們兩天再見喔 我們要帶給我們 一切去 二天的交通 十五分鐘 等下 一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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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的交通 想要去 一切去 三天的交通 一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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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 有人在 兩位腳啦 沒怎麼沒聽不懂 真的很恐怖 好 三位在腳那麼小 再見啦 多謝 真愛的祖宜 妳剛才說 妳有稍微看 喝兩杯對嗎 對啊 按照我的提倫 妳可能是因為喝酒 所以她去腳腿 救筋喔 不是什麼 歐羅勃責的事情 現在 妳跟我說不知道 開車不要喝酒 喝酒不要開車是嗎 也…也…也… 不過 我是騎腳打車啦 這就是大家 經常沒注意的地方 騎腳打車也必須要遵守 交通規範啊 騎腳打車要遵守的行車規範 大部分跟機車規範一樣 尤其是喝酒騎車 也沒有特別要注意的 騎腳打車不論是在人 晚上沒有開電池 喝酒 也沒有人怕老的人 吃路是貴貴的行為喔 不怎樣啊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光臨 這一題交通事務所 我是Joey 我是Tom 今天要來跟大家說的 是最適合 最有故事的自行車 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 腳打車 腳打車真的是很讚的好處喔 除了輕鬆 方便 這人減探 還可以訓練身體 健康了解 好處真的有夠的耶 腳打車像一般車的一種 我沒問題 都是跟機車的規範一樣喔 跟機車一樣 是不是也不可以 把手機拿出來 越來越去呢 沒錯 騎腳打車的時候 一樣不可以 揮手機也說電話 不然哪說哪說錢就沒去 好 真的是比較 為了我的安全和肯肯 要是一次轉心做一件事就好了 我告訴我 我是沒辦法關心的啦 人家看邊就知道 你說什麼 而且卡達車照規定 聽到人家家家 才是經營穿外套的時 也一樣 要用防火加身的行靈 雖然驅路人 是道路上的浴架 讓我不會忘記 他們有金四十的地方交換喔 這樣當然就要 馬上把肚子抖起來 放心過才說啊 沒錯 那不就是三百塊到六百塊的代價喔 另外為了安全的問題 要常常注意你的肚子 鈴鐺 電費 跟環境總體才的安全 消費的狀況 在晚上的時候 千萬要注意 一定要開電費啊 那是這樣 除了可以保護自己的安全 當然也可以拿去其他用路人喔 沒錯 如果不然沒有開電費 提醒來一個警察一個殺到 也是發錢 拜拜 無送後會再聯絡了 別再聯絡了啦 還有一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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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點 很恐怖的 是什麼 別讓人開車啦 就是各位鄉親父老 常常的五歲部分 我們都知道喝酒不能騎車開車 而且這個觀念 已經慢慢提供到大家心目中氣了 社會也越來越重視 也有千萬千萬千萬 千萬愛注意 很恐怖的 喝酒也不能騎腳踏車 那是騎腳踏車 也千萬不能喝酒 那是伯老公 帶下來 酒廁止有零點英雄 如果是三百塊到六百塊的代價 那是既然接受減少 會怎樣呢 會直接加上攻擊 變成一千兩百塊 噔噔噔 聽起來不是什麼快樂的事情啦 不像一點 一般酒廁止有零點英雄 差不多是兩杯杯酒造油的混量 所以千萬 不能覺得說 我們才喝一碎而已 不會有事情 就能騎腳踏車喔 原來像這樣 根本就很有事好不好 這樣喝酒不可以騎腳踏車 為什麼要怎麼回去 呃 我去接你啊 OK 走你安家 算是破壞了 這天的交通是不錯 我們連連工再見囉 今天就過了 我就會離開 我伴回給你們 不呢 你別走 啊 真緊張喔 小工小工 緊張緊張 哦 最近都没什么样子 只好出来看起来卧楼啊 想不靠这么厉害 哦 即便睡起了 很可爱的 哦 搜到小金 都没火了 哦 搜到小金 刚才准备搜寒四十个牌子 手机没减索 但是那屁一个人 竟然弄公顶 实在很过分啊 小双确实不对 准备先来照顾 三公顶不是公顶哦 什么 如果这样公顶跟三公顶 有什么不一样 公顶表示金字通过 路口三公顶 就表示那条是纸刷楼 要先减索 停在路口进城 让赶索的巴士 优先通过 只能继续走哦 在这里还有一个基点哦 咦 我怎么找不到 咦 我怎么找不到 招包鸡 不对 虽然是铁包吧 但是如果没有尊重交通安全 同样安装包都没用 我知道啊 上天看到的 汽车为几次 就是抄索 有当时走在路边 又用一台汽车 飘捷就过了 真的很害怕人啊 不对 基本这种汽车抄索 就是团水当中的 为了越多 攀越多 站起来好像真的好啊 一点也都没好啊 所以 对 道路加速跟菜汽车 化解不一样哦 去这些抄索越多 远越多 你有看过 高楼菜一粒十块 两粒八十块的吗 有啊 现在高楼菜一粒都要八十块 你的刷子 真的很好 多少 一般抄索 就是一千两百块 到两千四百块的款款 在五十方楼 在这三千块起跳 如果说越抄越多 越抄越近 能去道路交通管理出发到呢 抄过几天 相关洗手 六十方楼 会怎么赚啊 对的加到 六千块到两万四千块的款款 哇 只要有的辛苦钱 比抄索越快就没完呢 嗯 你现在乱探 薪水没搞笑 我感觉抄索真是找不到 是啊 抄索的时候 车 其实是只容易失去控制 在这速度越快 加速你的心会越慢 只有四参会越小而已 你敢不可以退回到 没四参是 我来恐怖这件事情 上班时间 车你不要打电动 打开他连见啦 去哪一趟 回到风静意外的发生 开车的时候 跟前面的车 保持安全的故隶 是非常重要的 车的速度越快 需要的车车的故隶 就越长 同样的故隶 只要欢迎的时间 也会越多 很容易就弄到前面的车哦 这根本是拿自己 跟别人的生命 在公生笑啊 对啊 而且跟同样 一点都没好笑 哦 除了保持安全的 行车故隶以外 开车经过路口的时候 它一定要减少慢慢开 只耍的车 要扭干耍的车 在三公町的路口 要先停车 靠近安全以后 接着走 在各个三公町的路口 也应该要减少设理 若是在路口 看到减少的飄置 就要减少慢慢走 才是停车接着走 若看到停的飄置 就一定会停下来 以上的贵车 若是无尊重 是要吃600元到1千800元的发展哦 所以若看到自己这条路 是山王町 就要停车 扭到给山王町的朋友哦 而且无论你是什么车 在路口都应该要扭 走路的人 这都像 棒打老虎鸡之虫 同样 已经是最基本的上色了 你是什么年代的人啊 点点啊 我早啊 中午餐像我点点啊 呃 我穿稍爱一下 OK 今天的安家算是打开了 这一天的交通事无所 咱再见哦 首先 小蜡皮没有去茶加粥 在这儿都会发生了 天一 家风年家里有做好的生意 我感觉到小蜡皮 乔香上通路交通安全公司 第三 小蜡皮去吃茶 吃茶没有吃饮 不过下有意的 人家里沉不沉不沉不得 前来的作用 虽然小蜡皮没有做家事 我家里逢几个府年 不会费转辞闸 不过小蜡皮水缘又不错 我没有确保你的食物 他吃饮不沉了 哦 扛 我很怕的 完了 哈嘍 大家好 欢迎来说你的 这些交通师傅所 我их学 我 키том 见不过来说了 是蜡皮三人 其茶临四菜 都有一种的加四十字 见诚家教 家教是吗 做得什么 行吗 如果我做得太好了 它是不腾 家教都是在做好 家教虽这儿才重用的 是一個向親作親路透霸的家舟 主持查到於是四季處 因為法國德國 還會因為民國教徒師故去淺淡 才有事情某事情就衝來衝去 或是奮鬥 故事民眾開始要求政府立法再立法 故事在1916年 紐約族變作第一個要求真要家事 來靠大舟的提防 真要家事就在四季啦 共產科普文凸黑啊 1913年 你都安全地考慮 紐約是族開始要求大三年 而由家舟上做的視察 家舟 民主對它用時開始慢慢發展 便做人要嚇一跳的感染了 不過外國人家的家舟 老人有馬到外面了 神正都不卡 人對1916年開始 判斷規察家事人重電機 建議人家透露交通管理出發條例 提供11條替一方替一款啦 以為認真是消費者 我們不是在馬嘴上的設施 你的家舟上是否則很輕易 在日本沒有人能夠做的 大舟從其他都市場 甚至布袋口 各種放大舟 好想做是最多的 都全部可以區發區發 等等 原來他有家舟嗎 沒錯 我記得幫她做別的 一種無家舟和市場的計畫 在通作能出很多魔咒家事 那麽在負荷裡面就有魔咒家事的朋友 同行做得到一種六千條到一般兩千條的發達 差不多本名的小色利用法橋 小色鬼爭的 真是在鑑匹最沉最麻吉的牌 不過那麽太夫茶連茶口部分的加州 實在是一種暗胎腿的茶 同行做得到千萬四萬條以上的管理法款 這個魔咒家事發生茶科 因此擁言輸送也會失望 還會加上原本的憲法的一份之一 在家中的那種魔咒家事 那麽茫茫十八歲都很明顯 那麽三人那天 國台鑑匿所提供的 口味道風安全共識 我所請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那麽身邊的朋友 沒有加州的 要請記得去靠一張 反正靠一張信息在國台鑑匿所都有刊登 請各位朋友聽到那些數字講的 別人贏的贏幕 韓國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呃 先生請問 我這樣十六歲 還滿滿十八歲總得可 忍耀 呵呵 隨便說 當然要再等兩年了 我都負責了 OK 根本人的恩愛 稍微不及 JT搞同事無所 恩 哈利巴再見了 有頭髮絲姑 頭髮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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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地方屬於的款體圖 你媽媽風衝出來 我一時沒到犯人啊 蛤 蛤 蛤 has a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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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未 continuing 有個安全摸 結果安全摸比照 聽到衝突的鹽蔥 其實去記茶 安全摸摸結好 遲遲不得安全摸窮 還有 旁邊沒有準數量 吞噬做法派資 沒有準數交通規則 不但像歐巴切 也要和衰體一樣 衰差不大 不說的沒不錯 不說的 不說有一三年 沒用不錯喔 沒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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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旁邊有抽菜先 不說旁邊都專心試採 不說從沒看到 準備要做法的旁邊 也在討論上 不但像比方過天 沒清危險的喔 哈囉 太假好 歡迎光臨 這一題高通師傅說 我是在 我是Tom 今天我來看見 今天有一台 今天沒有兩則 點點噴噴噴 全台灣萬來都有的 自動車 自動車有三則 機車 一般叫自動車 什麼 竟然這麼多 在台灣機車做得說 都要挑一般充養的順餐 不但在上班下 上山得海 也是壓重壓勁 擦眼鏡去出售室 從初的按鈴目不充 韓國 突然在傳師傅的機車 沒突出清過的過程 還要用三人酒 一台機車 齁齁齁 這真是機車的王國 齁齁齁齁 一般在以後兩種情形 用機車的世界 要用通車做法 比方說 能看到 南台拍攝 票師的世界 像票師 要先機車太正機 等到強電的世界 讓做得好 我們在馬路女仙茶 通過有票師 防水金方機車 使用的世界 在台北亞的越突然越好 要用通車做法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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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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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所以妳要去做 看來我看她在日子時 其實就是很好看 但有幾個月下的茶餐廳 只要有什麼 看來她真是很高興 但是其實不可能 暗用的家人我 她還已經演了 她會自己練習到動作 她在她上讀書 沒有很強的 去飯啊 小巧 較少 所以那裡的愛果蠻 접종 上次賞了有好用的幾年 不然不都放些幾年 便會成為保護公司 雖然在台灣 明� przeci e 都對萬眾建議的無能否 fim 然會闖到共傳 但讀到國泰覽公司 venue用には skaの侵入 滑上水 要想營就是滑下水 做的幾 Bets なんだ 欄外投 滑上水 80 main life 口氣硬的進步 雖然帶來當地防篇 不過麥本人 接送獨特莫強的危險喔 是呀是呀 這才的本來感慨 實在技術在邊前 口氣進步的面前啊 我還沒錯提防的啦 不過我起柴的用生氣散佩 真正當地影響 出來一無注意 就看得我本來應該比哥哥贏了 昨天那人硬硬的 就竟然要發金字 起柴的視察用輸氣了 不過人家發FB王王拍 屬於沒有講賴自拍 有的沒的 所以你起柴的路方 甚至電風電的時間 必須北京北來北去 就把幾條網民的 大條失發彈 設計到一千塊的推家喔 哇 網友好 輸得到一千塊百塊了 真得很痛喔 是呀 真是比特斯北普更厲害 呃… 呃… 咳咳 故事請各位全愛的觀眾朋友 無論其柴的技術極高明 也無論在幾萬元 當難得意見的無人高速 高高速 其他世界都會準述 交通安全規則喔 OK 今天我們算是北京的呢 JT高通師傅 我們下班再見囉 诶 阿婆 准备天天都很危险啦 但汪衣装俩带还不过以后嘛 嗯 哎 汪衣装不看了啊 不看着房顶啊 是啊是啊 不看着房顶啊 嘿 兄弟 虽然有四十九的创房顶 如果无论马铁的顶 见过汪衣装的拖 都应该在甘肃增出啊 四十九的 高马铁也不错 行铁北修级的 是青梅香的行为 咦咦不疼的啊 阿妹 阿姨 汪衣装不赞吗 想着呢呢 没有妇妇阿婆 高马铁吗 超好 哈啰 太阳好 欢迎说您 这一天高通师傅所 还在这 还在汪 今天我来到太阳说的 无论太平洋 少许 都应该要注意的行人安全 姑叔 我带在行铁跟您的安充差 才能行铁跟您的亲战呢 嗯 这个问题很好 一般马铁上 没什么事 行人传业拖 就当半马铁 老正木闻传业拖 来到 诶 正木闻传业拖 那些东西啊 好像都没看过 你从我们看到 因为那个半马铁的传业拖 整个个名称 含着正木闻传业拖 一个恰恰的东西 仍含着半马铁 哇 年轮啊 一车都没错了 当行铁文银行的 行人传业拖 这个世界就当成 有迪妄条款 不复平庸 诶 第凡条款是什么的意思啊 第凡条款就当中 行人跟人 达到生殖共用 无论每个情况之下 茶艺都要养其中做的 不说 就算行人人传丰的 而是发展 不过那个派生师傅 但是没有可能 要辅迹饮料 没错 韩国出生行人传业 都当好无论 因为茶艺没有感受 没有分六百条 都一千八百条 跟那个当国民民优异 茶艺很期待中无论 要是成为达到 变成一千两百条 都三千两百条 好是彩虹的感觉啊 看没想到行人 天马铁红的牵 你经验 我的岸台 是啦 不过有些人看着 经济传业 了得票市啦 分割道啦 要得送房仙啦 行人人 都做得青菜过马路哦 这样不但成党危险 向西三百条发展咯 我说行人人 虽然你传业 都当好注意看 就没有特别 做得青菜轮廉咯 很有很有 要不要注意 如何阿公阿婆 记得交通安全咯 阿公阿婆 在哪里人记得 从头会读到 一定用英字 流云通年 你退发的问题 要读到退发状况 我会读到 从来办案时间 阿公阿婆 可能会帮助这家 和老同年共用按用 也会没有生意 以下的 update交通分析的 指标片 不说 要除了 要提侦身边 跟阿公阿婆 以外 你马路上 要得到达到 流亡的添输哦 OK 基本上 要这样 算那个铺子咯 这一天交通师傅 应该会再结了 不说 所以 学习看齐 应该会再结了 这一天交通 就全天交通 不说 要是 一天交通 等 何时 少年 还要得到 我 会 大海以后 是哪一带高兴 OK 真爱的主意 不敢说 有小口的饮料比 是吗? 是啊 这种的论论 不可能会饮饰酒 来饮饰叫究竟 不必会吵吵吵吵吵吵的事情 韩哥 你敢说不得吃茶的 没喝酒 喝酒没吃茶的 韩哥 我会去叫河茶 他就会带着 真正没注意到的提防 叫河茶 没有提早的准数 交通规范的 叫河茶的准数的行茶规范 大部分都要既茶共用 尤其是设酒既茶的 我特别要注意的是 去叫河茶无论在转移 否则没有贴天赋 设酒也没有用行路给你 也得到贵贵的行为 我认识了 哈喽 太阳好 欢迎说您这一币高兴师傅所 来哟 来哟 今天我们来跟太阳说的 就是最尊重 最有接近的吃行茶 来哟的一般说的叫河茶 叫河茶 叫河茶这一种咱们发明的 除了优劲优力偏 健人感叹 还做得当年身体 健康便称 整个当多好处哦 叫河茶属于满茶的一种 大部分都会 流济茶的企业中用哦 流济茶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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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济水的帮来摸银哦 没错 在叫河茶世界中用 流济水的也会说天发 希望说点说点 全球不坚持了哦 好比较呢 比得安全 老钱把我插手 一百多钱 事先出好 不过 好多来 希望我们一生多余的人 也许许 不是说到底什么 你告诉我 韩国教堂茶 这有整天 去你的行头 也要行人传业头的时间 不需要 用黄袍加深的行路跟人 所有行路跟人 会投入上的约杂 有没有记得 记得有禁忍忍忍的 比方挑战哦 这当然不是说 竟然茶艇好来 本期要在有限同行当中啊 没错 那没有像三百桥 多六百桥的推荐哦 人家的遇到安全的问题 可以直接注意 到的 兵的 天赋 老半公总是 就这个安全拆断的情况 在安補的时间 千万注意 天井可天赋 那这样哦 除了做的 報復室夾的安全 同时也做的 至上其他用路的人哦 虽然 那些班牙不可天赋 仍然你经历 啥都会发钱 拜拜 不要松 而且你不要管联络 不要管联络的 而且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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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点 在那天驟 现在别人把他聊了 就会咱咱们赴桌铢 凉咱们的家庭 不够的部分 人家在石酒做我們的企茶的食材 韓國的概念 已經慢慢地提供到 台價的成功度 實際上要用來沖濕 不過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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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 哇 看電影驗了 石酒要做我們的企圖塔茶 他說企圖塔茶 要千萬做我們的石酒 他說班農的本營 農後來的酒車池有兩點一碗 因為那三百球 都六百球的代價 他說企圖接手減車 我怎麼會呢 不接手加勝攻擊 變做一千六百球 噔噔噔 那些人不必問他好聽我的事情 普通一點 一般酒車池有兩點一碗 差不多就會兩筆麥酒作用的分量 據說千萬不要吃到 將人一試起來不會有事情 就做到企圖塔茶哦 你如果這樣 今天就會有事情啦 其實就做不到企圖塔茶 我會願望做不看哦 呃 我會這樣 OK 今天你來安慰 所以要破解呢 絕對搞徒師傅說 會和你拜再見囉 好 那本你高興 你還在做一做的 就是這我的 但我忘記了啦 沒有 沒有 insert 停 一結 800 舒服 舒服 辛苦深呼 辛苦了 阿嬌也不滿意安呢 自由出邊唱個喜好 無法燙到阿嬌 好啊 今天誰去呢 走吧 走得有點像 這團結 倒不起來了 啊!!! 這件事是在沒牌的 事情沒那麼多 不過那批一家人竟然唱鳳梯 所以他聽錯過了 聽說確實不差 不過請我去做意 鳳梯不是鳳梯喔 什麼 鳳梯和鳳梯有什麼模樣 鳳梯表示金字通過 如叫鳳梯就表示這條紙線通路 我先感受你的路口條前 本關線桿的巴士由先通過 這樣就幾乘行 航空有已經2點 欸 怎麼騎不到 我們的巴士在行 鳳梯的關線桿 就是近過世紀 集團路學會實質 可以感受慢慢的行 不過在世紀沒有這樣做呢 噢 湯 不行騎我 哈囉 太家好 歡迎光臨這條高通師傅 我喜歡 我是湯 今天我來跟太家說的 他推查一下整台飯的蜜茶 蜜茶也從四十年來的 到其他的蜜茶蜜茶比起來 隨便是自保的 隨便是鐵包而已 不過這個沒有準數高通安全 對 通用用辦法沒沒效 阿爹 這種看來的蜜茶比整個蜜茶 出的蜜茶蜜茶蜜茶蜜 上次我行的路口 媽媽風雨腿炒在四十年 整件當中的營養 沒問題 一般這種蜜茶蜜茶蜜 出的蜜茶蜜當中 賣蜜茶蜜茶蜜茶蜜 湯起來就當出一三個火 這一點就算不夠了 透露口水流水市場全家沒有通用 蜜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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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按 clinicians 一般蜜茶蜜的1600球 多2400球的搭款 돌碟這個3.000球費甲 佳 Macron每燃越多 每燃越多 每燃越掉 每營l 銀茶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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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و 整個水果石蜜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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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八卜 大陸茶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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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 你吃到超市真正的特别生命哦 是啊 超市的世界 差的其实是没用于控制的 看过速度一驾 告诉你的心 不会越慢 但想事先越来越小天天 你做到最小没事先 你记得你这样的事情吗 上班时间 窗户打天堂好吗 拜托了嘞 请我一趟 这个防止因为发生 视察世界 到特别的差的 保持安全的距离 是非常重要的 差的速度一驾 是要的实差距离 就越重哦 速度一驾 这边没有重就的繁衣时间 就像容易冲到提前的差的 这件事才会拿出家 留给你的名字 去开玩笑 真正跟着特别人 有些都不好笑 呃 除了保持安全的行差 是否在进入车辅助的世界 停车感受慢行 只先在车 让软软先在车 在进入车辅助的车辅助的车辅助 所以安全带我软 进入车辅助的车辅助的软助 可以说在车辅助的软助 软助的软助软助的软助 而且还在车辅助的软助 它见到软有炭 可以刻陷入软的时候 偶尃的软助其实َ软勵没有轻 這会是 600迹 influen 到1800迷的开始 老师在软助其实 看见从车辅助的软助正 软助的软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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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软助 climbing 那边有queen browser的软助 软助的软助软助软助的软助 软助软支 Musica spec限 São texts 最基本的爽識了 你還要給我念頭的念啦 點點的 我會照的 就當初我點點的 呃 我會深秋冰一下 OK 進步你來玩 所以會破壞了 JT搞同師傅說 我們再見囉 首先 小黑皮沒有機車駕照 被抓可是要罰六千元哦 第二 監護人媽媽沒有做好把關 要被迫和小黑皮一起上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客 第三 小黑皮騎著媽媽的車 媽媽也有責任 但是還有一個 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親愛的Joy 雖然小黑皮是無照駕駛 但是駕駛鴿規夫人違規回轉在先 雖小黑皮雖然有錯 但駕鴿規夫人的責任是逃不掉的 哦 燙你真棒 有頭髮事故 台北市 我當時正在滑手機地圖 它臨時衝出來 我一時無法反應啊 依照這個案例 白米沒有扣安全帽 導致安全帽飛走頭部撞擊嚴重 其實騎機車安全帽沒有扣好 就像沒戴安全帽一樣 而且白米沒有遵守兩段式左轉標誌 不遵守交通規則 不但要罰錢 人現在還躺在醫院 真是不值得 你說的沒錯 不過還有一個人也有錯 什麼 卡車司機在駕駛的時候 一邊滑手機也是不對的 雖然白米有錯在先 但他無法專心開車 所以才沒看見準備要左轉的白米 這在道路上既是違反規定 也是非常危險的 誒 奶奶 剩下八秒鐘而已很危險的 等下一個綠燈我扶你過去好不好 誒 走路不看路啊 沒看到紅燈嗎 對呀對呀沒看到紅燈嗎 誒 老兄 雖然這個小弟弟闖了紅燈 但無論燈號如何 經過行人穿越道都應該要減速才對呀 小弟弟 過馬路 不是 走路滑手機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現在知道了吧 天哪 超 你好帥哦 綠燈了你不叫服奶奶過馬路 對吼 唉 怎麼了 愁眉古典的 痛 我遇到了奇怪的事情 唉 怎麼了 今天在喜宴小酌兩杯之後 想說來騎個腳踏車透透氣 結果 我真的感覺到有人在抓我的腿 不然怎麼會動不了啊 真的好可怕啊 不 牙大 可愛哦 可憑 地步都在以為 OK 親愛的舅野 你剛剛說 你有小酌兩杯 是嗎 對呀 依照我的推論 你可能是因為喝酒而導致小腿抽筋 並不是什麼怪力亂神的事 而且你難道不知道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嗎 但…但是我是騎腳踏車啊 這就是大家常常忽略的地方啊 腳踏車也是必須遵守 有交通規範的 腳踏車應遵守的行車規範 大部分都比照機車規範 尤其是酒駕 但要特別注意 騎腳踏車不論是載人 夜間不開燈 酒駕或是不離讓行人 這些都是違規的行為 我知道了 今天過後我就要走了 不忘了我吧 不…你不要走 這個很好啊 說公 就苦了 最近都沒有什麼案子 只好出來就裝外塊 沒想到這麼累 居然睡著了 真可愛 糟糕 糟糕 可以太快刷不住了 剛剛經過速限四十的牌子 司機沒有減速 但是黑皮一家人竟然闖紅燈 真是太過分了 超速的確不對 但親愛的Joey 閃紅燈不是紅燈喔 什麼 那紅燈跟閃紅燈有什麼不一樣 紅燈表示禁止通過 路口閃紅燈則表示那條是支線道路 要先減速停在路口前 讓幹線上的巴士優先通過 才可以繼續走喔 而且還有一個疑點啊 欸 我怎麼找不到 我們的巴士是走在閃紅燈的幹線上 表示警告司機 接近路口時要減速慢行 但我們的司機沒有做到喔 喔 燙你真棒 首先 小黑皮沒去車上走 讓你就是要花六千塊喔 第二 敢讓你媽媽不好好感動 後不中要跟小黑皮 做回上道路交通安全講述 第三 小黑皮騎媽媽的車 媽媽也有接電 不過還有一顆 我怎麼找到找不到 真愛的Joey 除了小黑皮是沒叫加速 但是加速紅燈有燈 為幾回轉再生 所以小黑皮雖然有燈對 難怪紅燈有燈的資金 是走不走喔 噢 燙你真棒 花生速告 台北七 我當時正在圍繞機看地圖 它永遠衝出來 我只是無法歡迎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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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 雖然白米優租在先 不過他沒辦法轉身開車 所以才沒看到準備要倒我的白米 在道路上 這不是規範規定 也是非常危險的 阿嬤 剩八廟而已很危險 帶給一個設定 我才扶你過去好嗎 嗯 嗯 騎樓沒看了 沒看到紅頂啊 是啊是啊 沒看到紅頂啊 嘿 兄弟啊 雖然這個阿嬤都紅頂 讓我無關是什麼頂 因為向他們穿外套 都應該要檢測這條啊 阿嬤啊 過車路 阿嬤不對 騎樓為手機是非常危險的行為 現在你知道嗎 哦 湯 你很厲害 天天啊 你們是要讓阿嬤過車路 對嗎 不不不不女 欸 什麼人 怎麼不 欸 像這樣 油頭乾淨哪 痛 我去當中 奇怪的事情 欸 像這樣 今天参加婚礼 收割能够了 手工騎腳踏腳踏腳踏腳